另外一方面來關系的是 《綜藝天王》吳宗憲 在假日居然還跨足政治圈 來為候選人來站台 我們看到原來他今天一上台 還是不改他的搞笑風格 他說他站過台的可從來沒有落選過 除了2004年的兩顆子彈 但此話一出 可讓一同前來站台的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尷尬極了 要包個紅包或什麼 參與民主政治 是每一個人的責任跟義務 你說對不對啊 對 拿什麼紅包對不對 一般都是給資料比較多 假日還請得到吳宗憲來站台 主持費動輒數十萬的綜藝天王 站台價碼到底是多少啊 他們一直問我說價碼多少 我說我們視頻區 對對對 他們可能不大聲 因為那個洪醫師啊 很多好投一直推薦他 所以我就特別來跟他站台一下 嘴巴上說免費站台 吳宗憲上台前 眼睛緊盯著演講稿看 但說出來的話 還真的是讓人捏拔冷汗 史上到現在為止啊 小滴站過台的 還沒有落選過的 哦 好 最近 好帥 所以你知道嗎 要我戰勝這個台 我是很困擾的 不過我剛講那個話 臉並沒有朝右邊看 因為就在2004年 我失敗過一次 319兩顆子彈又拿出來重獎 脫去演出 讓宋楚瑜也練上三條線 來衝衝又去衝衝的吳宗憲 下次跑選舉踏 趙子可要再放亮一點 中天新聞朱涵宇朱建維 台北採訪報導